市場規模最大 2023台灣戶外用品展登場 一次展出近650攤位 以輕裝出走戶外 帶著相機Go Outer為主軸 搶工輕便出走派的露營族 一般在戶外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這些純泰的商品 拿來做烹調 然後它可以很輕 這個900ml的話 大概就是兩顆雞蛋粽而已 然後它一定要很好的堆疊 所以它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一定要隔水加熱 它一定要導熱非常的快 所以這是在我們戶外的使用上 一定非常的方便 純泰的用品 它清洗器皿的部分 它非常的簡單 然後譬如說你喝了濃咖啡 然後用清水去把它過一下 什麼洗潔精什麼都不用 然後再去喝濃茶 它完全不會有咖啡的味道 對我們戶外露營登山客來講 它的東西不會多 可是它拿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 然後重量是他們非常蜘蛛必叫的東西 這台號稱移動式的小豪宅 直接搬進了展場 超豪華露營車輕鬆開著走 也吸引了民眾瘋狂搶拍 我們這台車是INSTUDIO的G1A 那我們主打是全客製的露營 自走式露營車 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空間的運用 跟裝潢的細節上面 現在看到這個升降桌 它降下去就是一個 大概可以睡三個人成人的床區 然後在車內有兩個滑門 這兩個滑門拉起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比較大的 完整的淋浴空間 然後在車內它有三口的瓦斯爐 跟一個瓦斯烤箱 然後在車外是 車外的功能艙也有一口瓦斯 那車外的功能艙就比較適合 去做一些油煙比較大的風調 到戶外走走 輕巧攝影器材當然不能少 Sony最新發表的Alpha系列 Nicone超行新品ZF相機 戶外用品展首次開賣 我們最新的新品Nicone ZF 大概今天早上10點一開賣 在一個小時內就完售了 之後每個月都會持續在進貨 所以可以在網路上 或是我們全省的經銷商夥伴 那邊都可以繼續再做預購 那我們在展場的獨家優惠呢 有ZF的皮革免費客製化燙金的活動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ZF的皮革上 燙上自己的名字 或是座右名書做一個客製化 還有還有 喜歡潛水滑雪的人看過來 光一去展場全部買棋 不過要注意時間 直到15號禮拜天 決定攤位拍照打卡 登山賬 錄影底 機能包 統統有機會變成你的 三立新聞網 劉沛雲 鄭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